- 出發了一段時間 YOYO我是魯特 今天我們跟台中凱旋一起出去騎車 好啦這其實已經是蠻之前的影片了 但是最近因為小舉白壞掉 所以魯特就一直來看之前的影片 其實之前在出去騎車的時候 都會把出去騎車的畫面錄下來 所以魯特電腦裡面還是有很多騎車的畫面的 只是還沒有把它剪輯成一部影片上傳而已 那這一趟我們是小跑而已 準備前往台三線莫內咖啡 吃個早午餐就回程了 跟他們約在早上的6點 哇 因為魯特在這一天是必須要上班的 所以打算早一點出發早一點回來 回來之後就接著去上班啦 那由於是約6點半 但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哇 從家裡出發的時間已經是6點半了 所以小小的遲到了一下 但是呢 就在魯特覺得自己是最晚到的時候 抱歉遲到了 沒想到還有一個人比我還要更晚 瞬間心中的大石頭放下了許多 那因為在等人嘛 閒閒沒事做 所以呢乾脆直接空拍機就給人家飛起來了 一早的台中 氣勢上面非常的多車 應該是準備上班的人潮 聯絡上遲到的人士之後呢 由於他住東市 要在趕南南屯呢 實在是有點遠啦 所以呢打算直接先到麥當勞先吃個早餐 吃個早餐順便聊個天之後呢 就準備回台中凱旋集合 就要出發啦 雖然一早的天氣霧蒙蒙的 到了7點多的時候 太陽已經慢慢的出來了 早安 集合完畢之後呢 準備齊的氣勢 先到豐原 那魯特買小橘白是在台中凱旋買的 跟台中凱旋他們的關係呢 一直都還不錯 因為買了之後還是要去保養嘛 因為離我家也比較近 所以我都直接去台中凱旋保養 那久了之後呢 當然就跟他們比較熟啦 所以才有這一次一起出遊的機會 小橘白壞掉的時候呢 他們也借魯特非常多車子啊 也實在是非常感謝他們 這麼支持我 上了7.4之後呢 今天從7.4上面望過去 可以看到 藍天白雲還有 非常明顯的建築物 其實這種景象在台中 我覺得是蠻少見的 因為通常在上7.4之後呢 左右兩邊呢 都是霧萌萌的一片 當然雖然今天還是有點霧啦 不過我覺得 至少在台中住這麼久了 這種景象呢 還是第一次看到 下了 潭子中山路之後呢 接著就一直騎在中山路上 那因為今天 行程呢 算是比較短的 所以呢 也就抱著一顆非常放鬆的心情 極度隨性 其實魯特出遊的時候呢 心情都是蠻隨性的啦 那也都是抱著一顆 非常放鬆的心情出門的 並不會說 因為要拍騎車影片 所以就特別的謹慎 之前有些觀眾呢 跟魯特出遊 應該就能感覺到 魯特其實 不是一個太嚴謹的人 只是臉長得比較兇而已 但是呢 我出去騎車的時候 都還是很放鬆 很隨意的 因為我寧可多花一點時間 在做影片上面 就是後製的部分啦 當下呢 我也是要騎得很放鬆 很盡興 並不會說 因為要拍影片 所以哪個景沒拍到啊 就騎回去 再拍一次 並不會這樣 有啦 之前有騎回去一次啦 就是GoPro Max噴掉的那一次 不過呢 那是因為GoPro Max噴掉嘛 當然那是一定要回去找的 所以呢 在普通的時候 就是私底下出門騎車的時候 我都是一個非常隨性 抱著好心情 出門騎車的人 加個油之後 繼續出發 從石城街13巷 準備接到台三線 那台三線呢 魯特基本上 一定是跑到爛了 也不是說跑到爛啦 就是經過很多次了 對這邊的路呢 也蠻熟的 不過雖然對這邊的路呢 是算還蠻熟悉的 但是每次來呢 風景總是永遠都看不膩 那剛剛我說到 跟台中凱旋的業務門 都蠻熟的 其實他們人真的非常好 就是我去保養的時候呢 沒事都跟我有說有效 拉迪賽 先說我這部影片 並沒有收他們的錢啊 在這邊講出來的話呢 也都是發自魯特內心的話 他們不會有那種推銷的感覺啊 因為魯特個人是非常討厭 別人推銷我的 當如果有那一種 就是很想要賣我車啊 或者是很想要賣我東西 基本上呢 我就是直接不鳥他們了 但是呢 他們就是沒有給我這種感覺 就也是把我當朋友啊 然後有出去騎車 有活動的時候 都會揪我 讓我感覺算蠻舒服的啦 加上小橘白最近又壞掉了嘛 小橘白呢 是因為電盤壞掉 就是他電沒辦法回充 所以越騎呢 他的伏特 電壓伏特數會越來越低 最後呢就直接熄火了 那當下我把車子 牽過去他們那邊的時候 早上牽過去了 然後我就去上班了 下午呢 馬上就通知我說 確定可以出保 真的算是蠻有效率的 雖然車子的問題比較多 但那也不能怪他們啊 因為畢竟那也是KTM的問題嘛 但是我覺得他們在處理 出保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因為買車最注重的一定就是後勤嘛 總不可能買了之後 什麼東西都要自己修 還是要依靠著 當初去買的 車行 那這時候當初去買的車行的 收入服務就很重要啦 其實魯特自己覺得 自己是還蠻幸運的啦 雖然小橘白還是壞掉了 但是呢 因為他們離我家又近 然後跟他們的相處的頻率呢 也是非常相近的 去保養的時候呢 也就是講講幹話 然後出遊的時候呢 也是一整路上全部來講幹話 真的是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這一趟 哇 突然看到這部影片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想把它剪成一部影片 可能是因為最近真的太想念橘白了啦 所以最近都一直在看之前 其他的畫面 來彌補一點 自己沒有車騎的心情 雖然沒有車騎 但是呢 可以讓自己的心情好一點 最後呢 抵達了 木內咖啡 一行人就在這邊吃著早午餐 那雖然這趟跑的距離呢 並不長 但是我是很喜歡 這種忙你偷閒的感覺啦 就是上班之前呢 還可以去騎車一下 重點是 在騎車的時候 還是有人陪著你了 這一點呢 魯特才是覺得最可貴的 這電池比較特殊 所以 對 台灣人真的很熱情 剛推到一半的時候 還有阿伯跑來問我 需不需要幫忙 魯特就想說 離我家也蠻近的 就自己推啦 之前出去的時候呢 都是讓小橘白載我 那這一次呢 我來推個小橘白 也算是撥尾過了啦 推車真的也蠻累的 不過也是蠻慶幸的啦 就是魯特買車的地方 距離魯特家 並沒有說太遠 推一下大概推個 半個小時以內就會到了 KTM他好像也有 免費的道路救援 後來想一想 這樣還要再叫道路救援 實在是有點麻煩 就自己推去啦 然後現在在 小橘白現在在哀嚎 不知道是在叫幾點的呢 希望今天推去凱旋 這禮拜希望就可以騎啦 好不好 好 清明連假沒有車騎 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騎車卻跟運動一樣 推車也是 現在已經滿頭大汗了 超熱 時間抓得嘟嘟好 去那邊他們剛好應該是上班的 就直接車子丟了 魯特等等也要上班啦 那天魯特的朋友來救魯特之後呢 分析了大概3點吧 可能為什麼小橘白會壞掉 最單純的就只是單純電瓶沒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希望不要是電盤壞掉啦 不過那天 他幫我把電池拆下來之後 測試電瓶回充 好像也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因為可能隨身攜帶的工具是不夠的 不過依照目前情況看起來 感覺像是電盤壞掉的機率比較大 因為在發動的時候邊期 他電池的電壓會越來越低 那那天魯特是 一發起來之後 11V吧 從北屯騎到 溫馨市政入口的時候 降到了7V 乾然後就熄火了 車子在騎的時候呢 也會 就是有一點頓挫感 不知道是因為電壓不足的關係 抖抖抖的 所以一路上呢 就只好維持引擎的轉速啦 不要讓轉速掉下來 不過最後一個紅綠燈的時候呢 他還是不知倒地了 他還是熄火了 然後魯特就先把他牽回家放 讓他在家門口 面壁思過 好不好 面壁個三天 看來修會不會 只是電池壞掉 希望只是電池壞掉啊 可能換個電瓶就好了 如果是電盤壞掉的話呢 感覺問題就大條了 現在又加上疫情的關係 材料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快來啊 說不定 不要再說不定好了 先不要鎖好了 然後小橘白現在到底一直在叫啥呢 不知道接了會不會亮 那天晚上是接了之後還在亮 小橘白終於修好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第七從4月初拖到5月13號 也超過一個月啦 終於魯特不用再過著 跨下流浪的日子了 這之間也算是肚日如年了 那這一次因為發電線圈GG了 所以呢 其實絕大多數的時間 都是在等那顆線圈來的 這次的費用 因為橘白是在兩年保固內 所以呢 發電線圈還有電片是不用付錢的 就免費啦 那因為里程也剛好到了 就順便換了機油 也只需要付機油的費用 修好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2萬公里的大保養了 之前魯特有說過2萬公里 會再跟大家分享心得 就等里程到了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啦 那這次小橘白發生這個問題 魯特收到一陀拉庫的訊息 大家也都很關心小橘白的狀況 還有人問我說KTM是不是很爛 那其實這個問題魯特是沒辦法回答的 因為我很愛小橘白 你問一個很愛小橘白的人 他是不是很爛 你不用想一定也知道答案嘛 小橘白他即時壞掉了 在晚上的時候 他還是幫我照亮回家的路 這一點呢 就讓我很感動了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哦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你喜歡這部影片 或者是喜歡小橘白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哦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關電門大燈還會亮太狂啦 小橘白 推出了 小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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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橘張 小橘白